Aro starting broadcast, please try again 哦,是啊,OK 再try多一次,有时候这个时间是这样的 没问题 等一下,Aro我够力 慢慢来 不要紧张 关了 哎呦 哎,我们on了啊,live了啊 live了啊 嗯,live了啊 哦,OK,好,可以 哈喽,大家好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OK 好,不好意思 刚才有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delay了一点点 哈喽,各位各位 大家欢迎回来收看我们这个 Beyond Masterclass的这个episode 2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topic 相信大家有看到我们前几天的这个poster 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2020危机时期 应该要选择 空还是手 OK,相信大家呢 就是看到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speaker呢 都非常的 不陌生 非常的了解 OK,如果大家是在房地产 这一块有做研究的话 so,我先 before这个topic start的话呢 OK 大家可以 如果在下面听到我们的声音 看到我们样子的话 可以打一个 E 或者是 打一个E 就代表你可以清楚看到我们 跟听到我们 OK so,这个的话呢 我要就是跟大家 隆重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Beyond Masterclass的 这一个episode 2的 这一个speaker OK,他就是我们的 这个Dr. Victor Gunn OK,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家 精通于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金融 经济 地理 历史 等等的这个大数据分析 本身呢 他自己拥有20多个房地产 然后他的文章呢 多次被刊登在著名的房地产杂志 而且也在全马办过非常多场的这个房地产的讲座 那本身Race呢 也是这个Dr. Victor Gunn的一个其中一个学生 OK,他的这个独特的分析呢 往往能够让呢 大众呢 在短时间内领悟到这个未来的趋势 包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OK,大家如果有上过Dr. Victor Gunn老师的课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comment一个2 comment一个2 OK So,提起这个Mr. Dr. Victor Gunn的话呢 他除了是一个医生的身份 他拥有很多不同的投资项目 包括说chowcare,燕窝物 还有很多poperty management renovation的company等等的 OK So,大家可以如果想要去追踪Mr. Dr. Victor Gunn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链接这里呢 就是去点击这一个他的这个page 去追踪这个Mr. Dr. OK So,他的这一个今天的主题呢 是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危机当中呢 很多人呢会想说要把钱呢 放在pocket 还是要进场做investment 大家是不是对于这个topic呢 是很感兴趣呢 OK OK So, before呢 Dr.呢 探讨跟我们深入探讨 这一个东西之前呢 OK 我们这里呢 就要希望大家可以帮一个忙 就是在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CS Beyond这边 你帮忙去like我们这个CS Beyond的page 还有就是Dr. Victor的这一个page 然后呢 大家现在 现在立刻按share share去你的这一个personal page 还有你的这一个 身边的朋友的这一个group chat group page这一边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我们去上Dr.老师的这一个课呢 上次我们是要付蛮多的钱 可是现在呢 Dr.是给我们今天一个精华版 OK 所以今天的精华呢 是在线观看 所以如果你们的share 有帮忙就是reach到这个150个share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视频 就会保留在今天的这个page OK 否则的话呢 这一个视频呢 就会被删掉就很可惜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投资房地产的话呢 就一定要OK 帮忙保留这一个video 在这一个page 所以到时候 大家都能回来复习 跟更加了解说 这一个property或投资 应该要怎么样去进场 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comment 你们要保留这一个的话 麻烦comment一个yes好吗 OK 需要你们comment一下 这一个yes 就是想要保留这个 我们的这个speaker Mr. Dr. Victor Gunn的这一个视频 OK 好 所以我今天呢 可能前面呢 就介绍的有点长期 因为我们这个嘉宾 真的是非常的大来头 OK 也 OK 也非常的有经验 So Mr. Dr. 你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嗨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start 吃啊 因为刚才有一点 上Facebook的问题 So 现在 8点10分 我们还会给点时间 给 给夜多人进来 嗯 So 如果你们听到我的话 就麻烦你们 先分享出去 OK 因为 今天这个版本 是中文版 So 我相信这个会 帮助很多人 读理解这整个市场 是否你需要投资股票 还是是否 你应该投资 房地产 而且 我不是因为 这是IQI的 所以我就全部讲 好话 for房地产 So你们一定要 停下去 So 如果你们听到我的 记得 OK 不然的话 这个视频一完了 我就会 叫他们闪掉了 OK So 如果你们想要 这一个video 在这个品牌 So 一定要 share出去 So 麻烦 share出去 然后 开始 带你们 朋友 叫他们 进来 OK 说一下子 我们看到有 好 谢谢 OK So 大家刚刚进来 朋友 Hello 如果你们 可以看到 Mr. Dr. Wigtergan 还有Race的话 麻烦在下面 comment一个yes comment一个yes 然后刚刚进来的 朋友呢 麻烦呢 如果你们要 保存这个视频 在这个page的话 因为我们 非常荣幸 和难得 邀请到我们的 这个Mr. Dr. Wigtergan 来到我们 这一个page 做我们的 这个sharing 所以如果你们 要保留 这一个video 在这一个page 麻烦你 comment一个yes 然后去like 我们IQICS Beyond的 这个facebook page 然后 share在你的 这一个 个人的 这个facebook 因为我们 今天呢 就是希望 可以更多人 可以进来了解 到这个房产呢 怎么样投资 还是市场呢 应该 房 还是手 OK 所以我们需要 150个share OK 才会保留 这一个视频 在这一个page OK 所以这一个 这个非常难得 大家就是尽量呢 tag你的朋友 进来看 如果他是 想要投资 或者是对这个市场呢 有一些疑惑 不了解的 麻烦你们 就是帮个忙 就是做一个 tag跟share的动作 好吗 OK 所以可能 OK 现在看到 那个人数 慢慢又在增加了 OK so Race呢 再次跟大家 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doctor 可能前面 有一些人 miss掉了 OK so今天 我们的 这个主题 是2020的 现在的 那个危机时期 我们应该 选择 手 还是 攻 大家会不会 心里面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疑问 有一些答案 你们都欢迎 可以在下面 做一些comment so大家 看到这一个 我们现在的 speaker 现场的speaker Dr. Vector Gunn 应该不陌生 OK so他是精通于 金融 经济 地理 历史的 这个大数据 分析家 然后本身 是有20多间的房产 然后文章也多次呢 被刊登在 不同的 这个地产杂志 然后举办过 在全马 举办过 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 地产讲座 OK so他自己呢 专注的是在于 Data Analysis Area Analysis 然后这个 Market的Pricing 然后Building的Layout 然后包括Market的 Ellaboration 全部都是 Mr. Dr.非常 赚金的 这一个 领域 OK so OK 大家再尽量 去Share多一些 before我们 真实开始 Start这一个东西 8点15分 我们会开始 我们给多 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就开始了 so我刚刚share去 我的page罢了 so 你们可以压 然后你们 就可以开始看了 我8点15分 会开始 不好意思 延迟了15分钟 so 在8点14分 再多一分钟 我们就会开始了 OK OK 好 so我们8点15分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麻烦大家就是帮忙 去Share跟Light OK Share 就是压你们 这个视频的那边 share去你的personal pitch 以便可以帮助到 更多的人呢 OK 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房地产 还有现在的经济和趋势 OK 然后如果你们是 有一些疑问或comment 也可以在下面 就是comment 然后带你的朋友 进来看这样子 OK 来我们看一下 几点 OK 8点15分 来我们开始说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的webinar 我的名字是Dr. Victor Gunn so 谢谢IQICS Beyond 邀请我到你们的平台 做这个分享 股票 vs房地产 so 刚进来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 share今天的video 少过150 像我讲 我们是不会 我是不会 允许人家放上去 所以如果你们想学的话 就直接share出去 带你的朋友 share出去 OK so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今天就开始了 OK 谢谢大家的观赏 OK 今天的主题是 股票 跟房地产 到底在这种 Covid-19的 那个crisis里面 到底哪里会 比较好 对于投资者 OK so相信大家 已经 如果你们 都是 我希望你们 是在家 OK During这个MCO crisis MCO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在家 好好照顾自己 OK 然后我也相信 很多人都发孤了 不知道要做什么 so but最好 像我们今天 刚刚看到 DG刚刚宣布 我们今天 MCA有一个增长 of cases so 最坏的时间 还没有完 最坏的时间 还没有完 so在这个期间 你们到底 在家做什么 so for我 我就跟我的孩子 在一起 有很多时间 相处的时间 so这是我孩子 so他在 你可以看到 他在做这个 COVID-19的 这个 Virus so就是我 因为有很多时间 现在在家 所以我就会花很多时间 跟他在一起 so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Activity 做COVID-19 Virus OK so很多人问我 这个COVID-19 OK 到底会不会带来 另外一个 经济大萧条 OK 会不会带来 另外一个 Next-grade depression 我相信这个 很多都是在 很多人的 很多那个思想中 OK so 问题就是在 在这一点 很多人在这种患难中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 从这个 这个 锁孔 OK 锁孔 这个就是 keyhole OK 看出去 整个 整个 那个 整个 那个 情况 所以当你 做这样的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这样的视野 就是说 很narrow的视野 很多时候 我们很难 看到这整个的 big picture OK 所以今天我做这个 Facebook live的原因 就是说 投资者们 能看 beyond OK beyond 这个 小小 这个锁孔的视野 我们能看到 整个 big picture 就是像这 照片中 OK 所以 如果那种 听在这边 你们来IQ IQ IQ 都是因为 看房地产 希望今天 你们听了 我这个 这个Facebook live 你们会对投资 有更广大的 那个视野 除了房地产 还有其他 很多的方式 你可以赚大钱 这就是我今天 所要讲的 OK 所以 这是今天 今天 当我才拿到 所以前天 我present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 covid-19的总数 是到1.1million OK 两天过后 已经起到1.3million 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增长 速度是多么的快 OK 几天前 我present的时候 是大概60千个人死 今天已经上到74千 within两天里面上10多千 所以这个covid-19 是越来越严重 在全世界 开始的时候 是在武汉 OK 过后 他就 现在我们的那个 epicenter 是在美国跟意大利 所以这个事件 还是在 还是 还是很广泛的发生 所以很多人都在问 这个疫情 到底几时会停止呢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专家 他有给不同的答案 有些是讲 March 有些是讲April 有些是讲June OK 所以 我的答案是 OK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OK 有些WHO的人 讲是Mid of April but看起来 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几时 是那个peak OK 如果你问我们现金 我们现金的covid-19 状况是如何呢 你可以看这边 这是SARS 2003年SARS的疫情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讲 要知道那个peak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知道 那个peak 你就知道几时 那个cases会停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OK During SARS 它是大概两个月 它有一个exponential growth 然后它是停止在 8400这边 OK So 到底我们的那个 covid-19 会停止在哪里呢 暂时 我们真的还是不知道 OK But我们可以 凭着这个SARS的这个chart 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几时 当我们hit到的时候 我们就大概知道 我们到时候 已经到peak了 OK So 另外一个 如果你看今天 covid-19 Malaysia OK 这是刚刚我拿的 OK 今天如果你看它的graph OK 把它弄下来一点 OK 如果你看它的 这个graph这边 我们还是在一直在上升 OK 我们还没有看到 那个plot度 OK 就是那个平线 我们还是一直 在上升 OK 我希望 maybe in the next few weeks to come 我们这个graph 会越来越转平 就会转平 当转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在疫情的最高 最高的那个数量了 OK So 这是马来西亚 OK Sorry OK 然后如果你看全世界的话 OK 全世界covid-19的那个virus 那个增长 还是在增长着 OK 我们还没有到plot度 So 很多状况们都在讲 我们到底几时会 到这个peak OK For my sea 我们想mid of April For很多其他地方 有可能是 maybe even May or June 我们才会看到 那个peak of这个整个crisis Once我们知道peak 我们就知道 我们几时会recover了 So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So 如果你看这边 这个那天 我前几天 我没有show OK 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 这个covid-19 virus 它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是小孩子 还是你是80岁 还是你60岁 还是你40岁 OK 它一样能 一样能使到很多人 去很多人的死亡 OK 它真的是不管年龄 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是讲年纪老的人 可是如果你看 年纪老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多 死的很多个 反而是中年期 OK 30 40 50岁的 30到50岁的是最多的 OK So这个疫情 不管你几岁 它如果你中到 你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So如果你们大家 听着我今晚的那个 sharing So please stay home OK So 很多人就问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不是时候投资 So你可以看到这两船 OK 它正走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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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大的风浪里面 So就好像我们现在 各位的马来西亚公民 很多个 在听的人 有些人 已经失去工作 有些人就要失去工作 有些人的老板 已经减薪了 So这种情况 现在已经在发生着 So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不是还是时候投资 就是我今天要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解的 分解的中心 OK 所以如果你看这边 OK 这个是我们会从股票开始 然后我们才进入房地产 OK So大家那些刚进来的朋友 OK 如果你们看着 OK Please帮我这个 Live Mandarin的Live share出去 OK 希望你能帮助 更加多的朋友 不用担心 我没有wine你房地产 我也没有mine你股票 这只是一个 Education的platform So Please帮你的朋友 share出去 今天晚上 OK So股票 股票跟疫情 OK 是一个 从以前 OK 1970年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 股票跟疫情 都有很连接的关系 OK So每一次有 有一个灾难 一个疫情的灾难 很多时候股票都会下跌 Of course 下跌到最惨的是 我们SARS OK SARS2003年 然后H1N1是2009年 你可以看到 当SARS来的时候 股票掉很厉害 H1N1来的时候 股票又掉很厉害 另外一个是MERS-COVID MERS-COVID是来自 那个 Most of the time 是从MEDDLE EAST那边 那个去 HUDGE那些人 那边带进来 那是MERS-COVID 那个2013年 我自己的 我自己老板的 父亲 也是因为MERS-COVID而去世 OK So疫情跟我们的 SARS-COVID 都是有一个 非常 非常 紧的 那个连接关系 So如果你看 COVID-19 Compared to SARS Compared to MERS-COVID Compared to Ebola 你可以看到 COVID-19 OK 它的 它的那个 infectious rate or contagious rate 是多么多么的 严重 Compared to others Of course In terms of fertility rate 就是死亡率 OK COVID-19 只是5.2% Where else 你的EBOLA 是43.9% But如果你 compare 那个 the amount of death EBOLA 15000 今天 COVID-19 虽然只是 5.2% 的那个 Fertility rate 它已经 到达52000 的人了 So Sorry 今天已经 是more than that 这是几点 前的 那个 So 那个 Death rate 是climbing up and up And then infectious rate climbing up and up So 这是那个 事实 OK So For股票 这个 这个东西 非常 这个slide 非常非常重要 So 大家 如果看这个朋友 OK 希望你们 听清楚一点 因为当你看了 这个 我今天 present这个slide 你对股票 就有另外的 看法了 OK So 这是我从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dex 资本指数 拿出来 的那个号码 So HIB 它来的时候 是1981年 OK 当时候股票行业 掉了17.8% 如果你看SARS SARS 2003年 OK So 股票那时候 correction 14.8% 就是掉了14.8% MERS COVID 2013年 掉了7.9% 然后今年 我们的COVID-19 掉了10.2% So 如果你讲 average 那个correction of 这整个股票行业 因为这种 疫情 大概是14.5% 就是掉了14.5% So 如果你看COVID-19 OK 它已经大概 三分之二的掉 OK So That's why 有些股票行业人 认为这个COVID-19 还会死到 还会死到 越来越多 还会再掉下去 OK So 如果投资者 OK 你们可以记得 OK 很大可能性 我们还会看到 股票行 再掉下去 OK So 当我们来这些 疫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 股票都会掉 OK 然后掉 它的average 是14.5% So 如果你看 after它掉了 它一定会起 每个有掉的东西 都会起 所以到底 它们起多少 就好像HIV 它掉17.8% 把它的return 它的增长 是270% over the span of 5 years and 11 months OK So 对你亏了17.8 把你赚回的是 270% 另外一个 如果你看SARS的话 negative 14.8 它的起 是136% up in the span of 3 years So 如果你放了钱 在那边 三年里面 你的那个钱 简直是增长 136% OK 接下来我们讲H1N1 它下了27.5% 把它起是102% over the span of 2 years and 2 months So 如果你看我们的 COVID-19 它下了是10.2% or maybe even more 到底它会起多少呢 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那个peak在哪里 So 如果你看这个 average 来讲 OK Average of 这些疫情 它们的资本指数 的起 after recovery 是93.1% OK 是2倍 OK 就说你放10千 after如果你等了 有可能接近3年 3个月 这10千块 会变成20千 OK 这就是叫做 翻倍 OK 这就是所谓的翻倍 So that's why 股票如果你投资 够久 很多时候 OK 你都会看到 你的股票的 那个价值增长 OK So 很多时候 我就跟人家讲 OK 当你在这种 疫情的时候 这种 crisis里面 OK 不要试图 计算你的 进场时期 最重要 你要抓紧 时机 而进场 So 我等一下 我会给你一些 例子 我这两个星期前 我所买 这一个月里面 我所买的股票 OK 今晚 我会share一些 我那天 没有share到的东西 OK So 希望大家 能 听好好来 OK So 记得不要试图 计算你的 进场时机 最重要 你是要抓紧 你的时机 进场 这个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 OK So 接下来 我会分析一些 股票的技巧 OK 我是会用 Blusa Malaysia KLSE 来做标准 因为 我觉得 大多数 听众 我们今晚 都是听 我们的 都是从 马来西亚来的 OK But Of course 这种股票 技巧 你可以用 For NYSE 你可以在 Hansen Hong Kong的 Index 或Shanghai 或美国 Whatever 不管你是 哪一个国家 的话 它的股票的 那个技巧 还是是一样的 So 如果你看 在我们的市场 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 Blue Market 有所谓的 Bear Market OK 熊市场 跟 牛市场 OK So 问题就是 到底熊市场 还是牛市场 的时间 比较长 在这个股票市场 里面 今天我就会来 跟你们分析 So 如果你看 这个Rise and Fort of KLCI Index 这是我们 马来西亚 那个KLSE Government Stock Exchange 你可以看到 每一次 我们有什么 Financial Crisis Or Health Care Crisis 好像这个 US Recession 它掉了27% 把它起的时候 它就起了108% 如果你看 我们的亚洲 金融风暴 它是掉了79% OK 但它起的时候 它是起了286% SARS的时候 它掉了23% 把它起的时候 就起了145% OK 所以你可以看 它每一次 掉一点点 它起的时候 就起很高 当你等够9% So 接下来 如果你看这边 这个是我们 国家 所经验过的 那个全部的 那个危机 不管是 Financial Crisis Or Health Care Crisis 你看它的掉 然后你再看 它的那个 它的Recovery So Example During我们的 那个亚洲 金融风暴 1997年的 股票市场 是掉了79% But After I think Almost 3 to 4 years OK 股票市场 其实起到 286%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 起 另外一个 如果你看我们的 全球金融风暴 它起掉了40% OK But Over the span of 3 years OK 那个东西也是增长到 92%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讲 1984年 你放100千 下去 OK 100千下去 那股票行业 今天你那个100千 OK 在2020 2014年 到这边 到2014年 OK 会增长到500千 OK 5倍的增长 这就是我们的 那个股票行业 So Over the span of 从1997年到2020年 是8493天 我们国家到底经历过 什么东西呢 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 550天 OK 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股票行业 掉 OK 接下来 Of course 我们有Dotcom bubble 2000年的时候 416天 我们的那个 股票经济掉 接下来 SARS 322天 全球金融风暴 292天 European debt crisis 80天 OK Oilglot 46天 然后 Of course 有我们的那个 Sorry 当Pakata Harapan 胜的时候 我们股票 也是掉了 117天 So 今年我们所看到 就是COVID-19的那个危机 OK 到底会掉了多少天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到底 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几时是顶段 OK 如果你拿全部 这些crisis来算的话 熊市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bear market OK 是总共1823天 of 8493天 OK 另外一个 我们的boot market 是6670天 所以如果你看 这样来 OK 其实78% 我们的时间 是牛的市场 78% 我们是在boot market OK 只有22% 我们是在bear market 所以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 像我这样的人 我最爽就是有bear market的时候 因为当你有bear market的时候 对股票会下降 但这就是你进场的时间 因为刚才我秀你们 我们掉20% 可以起到280%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在牛的市场 进场 很多时候 你的那个profit of course 没有这么多 OK 如果你是在熊的市场 你又有 已经有知识 你懂得怎么样 进场的话 很多时候 你的profit 都会增长 像我本身 我本身的那个network 翻倍 就是在 我们记错是 2015年 当我们有 oil glut crisis的时候 很多股票行业都掉 OK SARS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太小 but boil glut crisis 2015年 那时候我也是进场 我的network 也是因为如此而翻倍 OK 所以很多时候 像我这样的investor 我最爽看到的 就是熊的市场 因为熊的市场 就是 你可以进场的时候 OK 所以长期股票市场 如果你看 如果你从1983年 你invest到今年2020年 你都是在 你都会发觉到 你的那个 你所放进去的钱 都会增值 因为长期来讲 我们股票市场 都是在 on the upgoing trend的 OK 这个 不管KLSC 还是美国市场 全部都 毅力都是一样的 OK 这是美国市场 OK of course 美国市场 比我们的市场 更加mature OK 因为他们 从1900年 已经有股票市场 OK 我们国家 我们记错是 大概1980年 这样左右 OK 有股票市场 OK 美国本身 你可以看 经历过世界第一大战 世界第二大战 OK 然后他有 Nixon Recession Oil Crisis Black Monday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当我们这样看 当我把你们的那个视野 这样带远一点来看 退一步来看 OK 你可以看到 其实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也不只是 这样小小的 这样一点点 OK 所以他们最大的 Crisis 1930年 他们那个 Great Repertion OK But other than that 如果你看 Even World War II 还只要下一点点 下一点 But over the time 如果你从1900年 投资 到现在 你的股票 还是会增长 以 它的那个价值 So 财富的关键性 不是在于 你 几时买 而是你 持续的投资 OK 这是我 跟很多 投资者 讲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是在讲 哎呀 几时要进 几时要进 我的问题不是 几时要进 OK 关键性是在 你持续的投资 当你持续的投资 你不管 它的season 你持续的投资 OK 你赚的钱 你才会真正看到 OK So 今天我会讲一些 关键要股票的东西 OK 到底 在这个 Covid-19 Crisis 谁是 失败者 OK 所以 失败者 第一个 of course 是零售业 OK 零售业 零售业是什么 Retail OK 什么是Retail 就好像Starbucks 这种东西 如果你看到Starbucks 当我们有那个 武汉Virus的时候 OK Covid-19 Virus在武汉 OK Starbucks直接关掉 他们的所有店 然后接下来 整个中国 他们也关掉 所以因此如果你看到他们Starbucks的那个 这个quarter 他们的那个 stop price 他们是下降的 OK 因为全部零售业 不管你卖什么 现在我们under lockdown MCO 完全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出去买东西 So 如果是你在零售业的 你都会受损 这个时候 OK 第二个of course 是银行 OK For Malaysia 我们的银行 For the past one first quarter 我可以讲 因为interest rate又很low 然后现在又loan deferment Basically 很多银行都不会赚很多钱 So 因为如此 很多的那个 那个股票买的人 都把他们银行的tork掉 So that's why 银行的股票 你可以看着 on a down-going trend OK So 另外一个是travel travel就好像Air Asia OK Air Asia of course 你们知道 他们的飞机也停顿 他们的 他们的pilot 他们的ex-tuders 全部都是on unpaid leave So 很大的影响 for Air Asia Even今天 Air Asia 也是在跟政府商量 他们要 ask for loan OK ask for loan government loan 另外一个是物流公司 logistic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供应链 就是supply 这些全部都 如果是你是股票 都是看着这些 这些全部都是 今天 失败的 那个 那个股票的counter However 很多时候 这种失败的 就是你们应该 所要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们 如果你讲买Azure 买Bank 这些股票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OK 接下来我会给你们分享一些 OK Example 这个是Starbucks OK Starbucks 你可以看 2019年 它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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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因为这个COVID-19 Crisis 从90多块 直接掉到 掉到接近 少过60块 OK So basically 如果你现在经常买Starbucks 你差不多 你买的价钱 是跟2018年 同样的价钱 OK So basically 你好像买一个 新的东西 but at a very very all the price OK So 很多时候 如果投资者看到这样 哇 以前90块 现在下到60多块 会 是否可以不可以投资 OK 这个你们要 更加深入的了解 OK 另外一个幸福堂 OK 为什么我讲到retail OK 因为retail 现在如果你讲幸福堂 多少个人还有喝着幸福堂 OK 没有吗 因为全部人underlock unless你order grab food grab food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 but anyway 现在幸福堂开的 whiver bubble tea 他们的生意都会下降 but once the MCO it lifted up once the COVID-19 it lifted up 很多这种 so-called loser 的那种retail stock OK 他们会看到 increase increase in 他们的sales OK so你会看到他的stock price也跟着的起 OK 为什么因为consumer confidence就回来了 OK so另外一个of course是public bank 这是我最近也是有买的 OK 我买的时候13块罢了 OK 今天已经起到15块钱了 OK 所以我买的时候那时候掉到很够力 我没有买到最低点 我买到差不多是这边吧 13块这样 OK 今天已经上到15.7了 OK 所以这种crisis你会看到很多很好的opportunity 如果是说你会懂得找的话 就好像我这样 我public bank我买13块 今天15块 那个return是faster than even房地产 如果你这样看来讲 OK 另外一个of course Air Asia我也是 最近也是有买 OK by the way 要讲清楚 这些我讲的stop不是叫你们全部都要去买 OK this is not a call to buy 这只是我的分享罢了 OK example Air Asia我买的时候是六角钱 of course他掉到五角多 我没有机会进到 我进的时候已经大概是六角了 OK 今天如果你看它已经起到83cent so之前如果你看Air Asia 它一路路来都是快八快九 甚至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记得大概到两块半三块这样 OK but because of this crisis 他们的sales drop很多 so他掉到很够力 OK so that's why我就觉得进场 为什么我进场很简单 现在这个时候因为MCO没有人敢飞 全部人都待在家里 OK but once这个MCO一lifted up 你会看到很多人就很感到了 就很想飞去韩国啦 飞去日本啦 飞去中国 游玩啦 这种这种travel的东西还是会回来的 once整个COVID-19 你会发起到consumer confidency comeback 很多人就会开始 everyone wants to fly OK so of course 现在这个quarter maybe even to next quarter Air Asia 会actually declare a lot of losses but in the long run 像我讲 如果你收他三四年 我相信你的那个 我相信这个股票还是会上 还是会上回去 他原本的 你还是能赚那钱 but最重要的是你能忍 你能忍着 收着这个股 OK so what are the winners in COVID-19 crisis? OK example 游戏 游戏的视频 OK 我相信大家每天都在家 现在发股了 每天都是在玩游戏 OK so很多这种游戏的视频 在这个crisis里面 OK 都赚大钱 OK 另外一个e-conference OK 就好像我们现在用这个zoom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zoom 他的那个stock price 已经起很多了 since december到现在 within the spend of 3个月 他们已经起很快了 流动媒体 other apps OK 还有health care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 winners in这个 COVID-19 crisis 所以如果你看 我相信大家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吗 Race你有看过吗 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有 有吗 这个知道是吗 这个知道吗 这个有玩过吗 有看过 有玩过 这个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啊 OK Anyway 我说你们 我说你们这个 League of Legends Clash of Clash 为什么我说你们这个 很简单 如果你们有玩过 这些game的人 OK 这些game的 那个公司 就是Tencent Tencent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Tencent Holdings 是一个中国 based company 它可以讲 它攻打 全世界的gaming 很多我们玩的 那个iPhone 或是Android 的game the most famous game 全部都是 Tencent Holdings 所以你可以看 for他的那个 Tencent Holdings 股票 because of 这个Covid 19 virus 全部人 锁在家里面 你可以看 他的那个 因为每个人 都在玩那game 很多人玩game 就买jam 买这个 买那个 OK so that's why 你可以看 他的那个 stock price 越来越高 of course 这边掉 为什么这边掉 是因为那时候 WHO宣布 这个Covid 19 是pandemic so that's why 掉很厉害 所以很多时候 你那个时候买 你想 你340买34 今天起到380 你已经赚成 10%了 so 在这种疫情 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那个投资机会 另外一个 of course 我们讲到Zoom OK 现在我们也是 在用这Zoom Zoom以前很便宜罢了 780块罢了 今天120块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人 都用在Zoom Zoom of course 今天有一个 circular讲 因为用Zoom 你的Data会被 被吃掉 of course 今天因为这个消息 使到他的那个 股票有掉一点点 but over the trend 我觉得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o come 会越来越多人 用这种 e-conference的 app OK so另外一个 of course 是Netflix OK 如果有看Netflix 的人也知道 你看啊 from去年 到今年 它的那个 短短期间 从280 起到 380 over the span of多少 3123 4个月 起到380 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 在家做什么 就是看Netflix OK so that's why Netflix的 revenue也增加 所以因此 它的那个 stop price 也跟着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 of course drop是像我讲 WHO 前部 pandemic 全部股票都掉 如果当时候 你进场 今天你看 300块 380块 就说你拿300块 丢进去 几天过后 你就赚380 这种 哪里找 对不对 OK so that's why 股票行业 很多的机会 现在 OK so另外一个 我们不要讲 这样子 我们讲 MIC 就是top glove OK top glove from November 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 股票从4块 多起到6块 多 OK 另外一个 of course Hartalega holdings 这两个都是做 我们的 rubber glove OK 那个 rubber glove so how retail recover in china after sars OK 如果我们讲到 home hygiene OK 我们hand sanitizer 或者是 药 OK 你可以看到 after这个 sars的那个 疫情走掉过后 他的那个 sales直接drop OK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 不需要了 现在人家 全部抢着 要洗车子 买 买glove 买mask 这种公司 做的东西 全部都 at the top of harmless sales but of course once这个covid-19一掉 全部都会下去 OK 接下来of course 一些关系到食物 cosmetic 这种每个人 都需要的 他就maintain OK 他都是maintain在 没有说上多少 but of course 另外一个会rebound 我认为会rebound 就是我们的那种 apparel apparel就像你的 那个 那个电话 laptop 这种sales 全部drop的厉害 but once这个疫情 一走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很多这种retail secret legal 全部都会跟着 一起的上 OK 这是很正常的 现象 因为consumer confidence return OK 所以如果我们 讲了4 categories of stock OK 有这4个categories 如果你们是投资者 你们相信 你们知道 growth stock income stock blue chip stock 跟另外一个 我们叫做value stock so 第一个 growth stock of course growth stock 是当它的 那个生长力 快过那个 market average 所以通常 这种growth stock 我们都是叫做 都是比较是 techy的stock OK 比较tech industry 好像多farmer 这种东西 but我本身 我对这个growth stock 不是很认识 所以我也很少投资 在growth stock OK income stock 就是我们所谓的 dividend stock so dividend stock 通常会 每个每几个 每一年 他们都会给你 dividend OK 所以一些 dividend stock 好像tnb carsper heineken magnum bjtoto basically non-sharia compliant的stock 很多个 赌博的 都是dividend stock 来的 OK 以前曾经 digi 那些都是 dividend stock by the last few years 这些digi 全部不是 dividend stock OK 另外一个 blue chip stock 就是我们 所谓的大公司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用讲了 然后value stock 很多个时候 就是我们看 low t-e ratio 如果你们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的话 OK 你们需要去更加研究 OK 这是比较technical一点 或是low price to book ratio OK 这是我的definition 我本身的definition of value stock 是low price to book ratio example好像 根定 红量 这种东西 然后他们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资产 很多的 so 如果你看 今天很多developer 都是under category of value stocks whether他们是不是 value stocks OK 那个你们要 自己深入的 检查了 OK so 简单来讲 像我讲的 如果你没有股票 投资的知识 就千万不要投资 就这样简单 OK 你会听到 我讲到 好像流口水 这样 放钱下去 after三年过后 就变成200% 你听到是很short OK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 股票投资的知识 就算听了过后 我也是千千万万 不要进场投资 因为你会烫到手 如果你没有知识投资 跟房地产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知识投资 你乱乱进场 很多时候 你就会亏 OK 所以接下来我会讲的 就是我们的房地产 OK of course 我们的房地产 从2001年到2009年 是我们所谓的 normal growth rate 就是大概3.2% OK 接下来 2010年到2014年 就是我们的 property boot run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growth rate 每年增长9.6% 是非常非常的快 OK so since 2014年 since 2014年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property growth rate 1.1% 1.1% 我们现在还是在 不良贷款 就是说 从Nepic那边拿出来 都是在慢慢的成长的 OK 我们的房地产 很少会掉到很够力 OK 为什么 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很简单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地的 land price不会掉的 land price是越来越高的 label cost也是越来越高的 material cost也是越来越高的 OK so你可以看到房地产 都是一年比一年的高 so那些人还在旁 如果今晚听着的 还是希望你们 你们如果还是坐在那边 希望房地产 那个bubble会burst 然后那个房地产 从400千掉到200千 是完全不会发生的 所以很简单 我很喜欢问人家问题 如果10年前 你买一个房地产 是500千 今年2020年 你还会卖 还会卖500千吗 还是你会卖更加高 通常你会卖更加高 对不对 so that's why房地产 它的价值 不会掉到很够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of course you say 如果你买错房地产 of course会掉 OK 因为你不懂得 determine它的value but overall来讲 我们马来西亚的 average house price 都是on the upgoing trend OK 所以有些专客 还是在讲到 property bubble property bubble OK so今天晚上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们真的 在房地产的泡沫中吗 很多人一直希望 在property bubble boop burst 然后价钱 从500千掉到200千 OK so 今晚我跟大家分享 到底这种情况 会不会发生 OK property bubble 的definition by invest 我翻译 我翻译变成华语了 OK 第一点就是需求要减少 第二点 供应要增加 第三点 才导致它的价格急剧下跌 然后最后房地产的泡沫才破灭 这是property bubble的definition so 这两样东西 我们会看今晚 需求增加 跟供 需求减少 跟供应增加 在我们马来西亚今天 到底 我们的需求 有没有减少 到底我们的供应 有没有增加 OK 所以来我们看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所谓的 那个growth rate population rate so你可以看到 今年2020年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那个population 是32.3million 然后projected 在2070年 是42million so basically 我们国家的那个population 还是在 upgoing trend 还是在每年的增加 几年前 如果你看2020年 2022000年的时候 我们才20多million 今天已经到达32million so当你有越来越多人口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住 像我们华人讲 衣食住行住 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 最基本我们需要的东西 so那个需求 没有减少 反而会越来越增加 第二样东西 如果我们看供应 supply的话 ok 这次也是 from Netflix 这不是我自己 评出来的data 马来西亚其实 还需要很多的物质 你可以看到 这边 under supply 很多人都是在 外面讲 over supply over supply 不是每个地方 over supply 所以另外一点 如果你看这种 pera 所以这个也categorized as under over supply 就好像 example 如果你建一个200sqft的东西 ok 我的老鼠都住进去 人不能住的 如果你一家人 有四个人 怎么样住进去 200sqft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developer 当他们建筑 project的时候 就会发生 这种情况 卖不出 卖不出 就categorized as under over supply ok 所以不是说 这些地方 Colomba Johop Benet Nubilic Seleng Melaka 全部不能买 不是这样讲 因为如果你讲到来 这些都是大城市 很多时候 还是很多人 进去里面住 ok 问题是你要知道 那个地方 你要知道怎么样做 地产分析 ok 这是在我课程 有讲的 然后今天我不讲 so one of the causes of over supply ok 第一个就是 市场住房供应 超出市场的 收集手里 就好像现在 每个人 每个人都去 example 给个例子 每个人都去 boogie加流 ok 全部人都跑去 boogie加流 见东西 ok so 是否会不会 市场的 那个住房的 那个供应 超出那市场的 吸收力 ok 我们还不知道 but so far boogie加流 in the next I think 3-4 years 大概18千的 18千的unit on the upcoming 来着 ok so whether市场 能不能吸收 就是我们需要 所看的 如果有更加多的 那个工作的 那个效应 越多人 确定做工 of course 他的吸收力 又强 如果假如说 你在什么页 ok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什么页 什么页 是一个 无路的地方 突然间建一个 10千的 那个condo 10千千的 condo 他的市场吸收力 of course 就没有这样强 为什么 那边没有什么人 去住 对不对 如果你把这 10千帮去 好像 Cherazza Maluri Maluri Mokic Jalil 这种地方 他的市场吸收力 还有在的 of course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市场 住房供应 还会达到 ok 另外一个 of course 是某些大众市场 他的购买力 减少 意思就是讲 certain mass market ok 因为 人民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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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ry 还没有到 使到很多人 的购买力 减少 so这种情况发生 像我那天讲的 就是因为 我们的交易 不是因为 那个price 是因为我们 当我们交易 不够好 你赚的钱 不够多 你赚的钱 不够多 of course 你能afford的东西 也不够多 so everything boils down to education and not so much at the price of the property ok so如果你看 我们overhang units overall in Malaysia because of 那个 HOC campaign by Pakata Harapan so你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 number 其实已经减少了 so其实 actually end of last year 2019年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哇 我们的overhang unit 已经减少 so很多时候 今年 我本来以为 金元 我们会看到 这个房地产的 复苏 ok unmarginally sue like covid-19 crisis so整个东西 就垮掉 ok but that's the reality ok so这是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slide 如果你们今晚 看着要听 好来 ok ok over the years 1989年到2017年 30年里面 我们国家有多少次 那个property 不然 一次在1991到1992年 你可以看到 增长是25% 增长是25% 接下来 of course 1995年到1996年 是18到12% 接下来就是我们 2011年到2014年 这是我们国家 这30年里面的 那个property 不然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property actually变成bear ok so你可以看到 掉很多房地产 for the first time 掉了negative 9.5% ok 接下来 sars的时候 掉了1.1到2.5% 成长 1.1到2.5 全球金融风暴 1.9 然后接下来1.5 so over 这个cost of 30年 normal market ok 是然后15年 熊市 是然后7年 牛市 是然后8年 so it's almost like balance 啦 so这是我们 for我们房地产 马来西亚房地产的 那个 你可以看到这边 so every almost 15 to 18 years 我们会看到 一个property 不然 我们就一次 property 不然 是2011年 到2014年 so如果你们 我的next 不然 会是几时 我认为没有 这么快 我觉得有可能是 2023 2024 after我们全国大选 ok 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不稳 我们的政治 也是不稳 ok so 在这种市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你会看到很多 低于市场价值 推出的新的project ok so如果你看 overall市场 现在很多人 很多发展上 所推的project出来 都是低于市场价值 ok 都是低于市场价值 so very rare 很多时候 当发展上 推行project 都是卖更加高的价钱 ok 很少他们会卖市场价钱 或者是低于市场的价值的 ok 很少会发生 ok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10年里面 是我们最低的利息的指数 像我们讲我们OPR 现在是6.15 of course 这个May ok 他们bank 能够会 很大可能性 我们看到OPR 又在减到5.8 就说现在我们的利息 是3.7 3.8% 很大可能性 5月过后 有可能掉到3.5 3.4% ok 这是我们10年以来 最低最低的利息的指数 ok so of course 因为这个crisis 有可能很多人 资金不足 so他们在二手和拍卖市场 很多时候 他们 你都会看到很多低价购买 都能以低价购买 这种东西 ok 是否应该不应该购买 等一下我们才会讲 ok 在这种经济情况下 这三样东西 是我们房地产 现在所看到的趋势 ok 第一个是below market 第二个是我们的interest 第二个是在subseal and auction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good deals so 很多人就会问现在 你到底应该不应该 把钱放在 投资在股票 还是在房地产 ok so of course 我们会看其他国家先 ok so第一个我们看美国 so美国over the years 如果你看到股票行业 都是慢慢的 都是慢慢的起 ok 另外一个如果你看股票 for美国的那个 房地产 虽然他 他 他有 他有 他这边有下降 ok but over the years 他还是慢慢的起 ok 就你们就会问 为什么这边会下这么多 这是因为他们的subprime mortgage ok 因为美国的subprime mortgage ok 他们 the bank乱乱借钱 ok 使到他们的房产很多的 直接垮掉 在2007年的时候 so that's why 他们go into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o other than that even though有什么战争 什么东西 他的股票 他的房地产指数 还是慢慢的跟着上的 ok 如果你看马来西亚 这是马来西亚的股票 ok 你也是可以看1983年到2020年 也是可以看 他都是在慢慢的起的 ok 所以不管你如果在 不管什么时机里面 你都继续投资 ok 你都是over the years 如果你累进你都是还是赚钱的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property price index over the years whatever crisis 你可以看到 都是slow and steady 就算有Asian financial crisis 它掉吧 它掉 你可以看它掉 跟之前的也是差不多一样 com bubble也是一样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也是一样 US trade war 它有掉吧 也是掉一点点 over the years 我可以讲 我们马来西亚房地产 都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都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然后现在我们会看SARS ok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 covid-19 ok 的疫情 所以到底SARS的时候 我们房地产到底怎么样 ok 所以这不是房地产 这是KLSE 当时候从23 April 2002年 到11 March 2003年 我们的那个股票市场 掉了23% 掉了23% ok 就是说如果你放100块 within the span of一年 你的100块已经变成 77块罢了 接下来如果你看我们 我看我们那个 马来西亚 那个real estate 虽然我们在SARS crisis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房地产 的确有掉 把它只是掉一点点 ok 只是掉一点点 so 如果你看这边 现在我们covid-19 ok from17日到现在 我们房地产 我们的股票行业 已经掉了24% 所以房地产到底是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很多人会问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外面讲 covid-19 会使到我们房地产的那个价值 全部掉到完 价钱全部掉到完 到底是否会不会发生 所以你就看回我们的SARS ok so房地产市场将如何应对这个covid-19 金融危机 ok so我会给你看几个 我们才讲到马来西亚 Australia market over the years 如果你看它的property market 还是比low stock market stock market sorry property market跟stock market 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 因为property bull run 在Australia for the past 30 years 这30年里面 Australia都是一直在property 不乱 that's why它的property market 跟stock market 都是年纪非常非常的靠近 ok 这个是一个很rare的东西 ok 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很rare that's why我放在第一个slide ok 如果你看Canada 这个是比较平常会发生的 加拿大你可以看到 stock market of course always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 property market 这是比较usual的graph来的 ok 股票市场 of course always outperform property market but你们要明白 stock market是high risk high return ok 你可以一天就失去你全部的钱 whales property market 是一个稳稳定定的投资方式 ok so 另外一个是India so 如果你看India 它的stock 也是outperform property 也是outperform gold 也是outperform fixed deposit so 你可以看到 over the years ok 它还是 stock还是perform better than property market ok 另外一个 of course 如果你看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跟property market so 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 它都是 performed better than 它的property market but for Singapore来讲 他们的Singapore index 跟property market 不会差它也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政府 对他们的房地产的 那个管制 是非常远 compared to其他的国家 that's why 他们的房地产 very very stable so 简单来讲 大多数的股票市场 都剩于我们 房地产的市场 简单来讲 大多数都是 股票市场 剩 property market so 如果你看Malaysia ok 这是Malaysia stock market 我今晚已经 show你们很多次 现在我会extra pollate那个graph property进去这边 so 你就会看到 这边 property market ok 它在这边 so 当我们看到 crisis的时候 ok sorry 这是bull run的时候 ok 这两个都是 我们国家的 bull run的时候 property market 也是跟着上 当你的股票行业 跟着上 你的property market 就跟着上 ok 这是我今晚 ok讲最重要的slide so 为什么 因为你们会知道到时候 covid-19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so 当我们有bull run的时候 这个property market 就跟着上 当我们有down turn的时候 就是economic crisis的时候 你看这边 economic crisis的时候 stock market直接掉 看到吗 大家 如果你看我们的房地产 是不是很稳定 有啦 有下一点点 over the period 它还是非常稳定 so 今晚我可以给你们两个conclusion 到底这个covid-19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当股票市场进入牛市时 ok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以股票平衡的上 ok 当股票进入牛市时 bull run的时候 我们的房地产 以股票 都是平衡的一起上 股票上 房地产也跟着上 but 当股票市场进入 熊市时 beer run的时候 房地产也是有能力 对冲 价值 贬值 就说它是一个good hedge against depreciation even though stock market 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房地产 它下也不会下到很多 它最多是一个blip 罢了 ok 这就是 这就是房地产 跟stock的最大分别 就在这边 ok so房地产简单来讲 是a very good hedge against depreciation but如果你要讲赚钱 of course 股票行业一定赚比较快 compared to房地产 房地产是稳稳来 稳稳赚 whouse 股票 如果你真的赚 你真的可以赚很快 你亏的时候 也是亏很快 因为它是一个 high risk high return的 给买的 ok so你对这个 covid-19金融危机 应有的投资策略 是什么呢 ok so就是我给你们这个 ok 今晚这个是我 我教我学成的 就是成为 defensive aggressive 房泄进取的 投资者 是到底什么意思 ok 今晚我会解释 so你们看这边 这是high 然后他们在建设 这个seawall basically他们是在 defend defend这个seawall from eroding into这个地 so第一个 defensive strategy 就是你要 有你的那个 capital buffer 资本 哎呀 我忘记怎么读 原冲 ok 为什么你需要 有capital buffer 很简单 就是因为 当你看到时机 好像那天我看到 public bank掉 看到azure掉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抓住 那个机会 主投资 ok 这叫做defensive strategy number one capital buffer 第二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现金流 原冲 ok cash flow buffer cash flow buffer 为什么你需要 因为在这个 crisis里面 如果你失去你的工作 你还是需要 懂得怎么样 support你自己 ok 然后最后第三个 当你要进入股票市场 你一定要有 三步取 为什么有三步取 等一下我会解释 ok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defensive strategy 三样东西 capital buffer cash flow buffer 跟 当你要进入stock 你一定要有三步取 so aggressive strategy 第一个就是要抓紧司机 当你看到 像那天我们看到 public bank掉到13块 我抓紧司机进去买 ok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 没有犹豫 我就进去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它还是会上回 ok so很多时 当很多人看到 这种司机的时候 都是在想 到底要不要买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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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你想 想到就 就失去了 那个机会 ok 第二点 当下金鱼的时候 ok when it rain go ok take out the big bucket and not the timber ok 拿出大水桶 不是一个茶杯 来装那个金鱼 ok 这是aggressive strategy 所以什么是投资股票 市场的三步期 很简单 ok 就是我所讲的 当你第一次 你看到一个股票掉了的时候 不要说 all in 全部 全部钱丢进去 为什么 很多时候 你还是需要准备钱 to go in second time to go in third time 为什么很多时候 问题就是在这边 ok 我们很难医测 股票的最低点 很多人都不能医测的 ok 你不知道还会再 再掉 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准备几次的陈列 ok to in order in order to go in a few times ok so 简单来讲 你不是股神 so that's why 如果你要投资股票 一定要懂得 taste你自己 不要go all in 这不是赌 这不是赌博 ok 这是投资 ok 不是赌博 这是投资 ok so 2020年 你的投资策略 应该是什么 of course 我刚才讲 defensive 你一定要增加你的cash flow 跟增加你的capital buffer 第二点 你要以最低的现金 购买非流动资产 什么是非流动资产 就是我们的property ok so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觉得 ok 你for我是避免 用大量的资金 购买转售 ok 就是secondary market or auction market ok 除非是一个modar 顶的那个四季的流 你才经常讲 ok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那种金钱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leverage你的资金 就是用最少的现金 赚取最大的利润 你看啊 如果你放50千进去 你的那个property market 买一个sub sale 买个sub sale 大概5到70千 那5到70千 如果你拿来说 买一个AirAsia的stock 假如给个例子 不是叫你们买啊 买一个AirAsia的stock 今天你已经赚了整20多% ok within a span of 2 weeks 你在房地产 你怎么样能知道 你在 within a span of 2 weeks 能赚到20% 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情 so 在这种covid-19 crisis里面 你最重要的是 懂得学习 怎么样 leverage你的资金 不要乱乱花钱 如果你要买资产 要以最低的现金 ok 来买 非流动资产 不是以最多钱 丢进去来买 ok of course aggressive的时候 我就会讲 aggressive strategy 就是把最大笔钱 注入流动资产 什么是流动资产 example就是你们的stocks cryptocurrency unit trust 这种很流动的东西 因为 因为property 你买进去 你不是说今天买 明天能卖 ok 我要stock 你可以今天买 明天卖 今天买明天 你不用今天买明天 你今天早上买 你半晚要卖 你都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种是非常流动性的资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把最大笔钱 注入流动资产 不要拿那种钱来花在非流动资产 因为非流动资产 ok 他会用到很多钱 然后你的gain 你没有这么多 ok 因为我在这边 今天你们听的 都是要赚大钱 对不对 so that's why 我教你们这一套 so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面对这个covid 19危机呢 ok 就是很简单 ok 很多人今天 我跟你们讲关系 股票 讲关系到 那个 那个 房地产 就好像这个 这个你们看 这个是一个怀孕的妇女 要在生产的时候 每个要生产的妇女 包括我老婆 我们都会放这个东西 ok 放这个东西 它是basically to monitor fittal heart rate 就是你个baby的heart rate so这个我们叫cardiotocography ok 这是一点关系 医科的东西 so这个当你放这个东西 在这边 ok 你会看到那个 你在baby里面 他的那个心跳 所以如果你拿着一个小小这个东西 我这边highlight给你们的心跳东西 如果放大的 它的话 ok 这个basically是一个ecg来的 ok 就是我们新店版图 我们新店版图 如果你看 它是有上有下 就很像我们现在covid-19 crisis 今天我给你们看的 你可以看到股票上股票下 股票上股票下 房地产上 房地产下 我们人生就是像这样的 就是好像这个新店版图 新店版图有上有下 因为这就是人生 因为如果你没有上没有下 你就是像这样死掉了 once你 这样就说你是完了 ok 人生不是这样 人生就是有上有下 就很多时候 在这种covid-19 financial crisis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像 这个妇女这样 她要怀孕的时候 怀孕妇女的那个痛 是我们叫做 最痛最痛的痛 我不会再解释 ok 只有妇女 她们会明白的 这种痛很多时候 很多妇女 在好像 even我老婆 她要生产我的女儿的时候 她都跟我讲 哎呀不要了 不要了 很多的时候 当时候生的时候 那种痛 他们都会讲不要了 可是过了一年过 你会看到 要了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当她过了这个最痛的 期间 当他们看到 他们的那个baby 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 非常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这个故事 很简单 在这个covid-19 financial crisis 很多人会 有很多的挫折 有可能你会失去 你的就业机会 有可能你会失去 你的薪水 一半的薪水 我能跟你们讲 就是不要放弃 不要弃累 因为她的process 就像一个妇女 怀孕的时候 要生产的时候 最痛的时候 真的是痛 你真的是很痛 很痛 如果你能忍得过 这个covid-19 这个疫情 这个期间 如果你继续投资 跟着我今天 所教你的方式 投资的话 我guarantee你 当它生产出来过 当这个covid-19 完全消失过 当你看到 两三年过 你所赚的钱 就好像一个妈妈 看到这个baby 生出来的 这个picture这样 然后我们都会 非常开心 你们都会 如果你们在今晚 看的人 你们有跟着 我的方式投资 我guarantee你们 两三年过后 你看回来 看回我这个 如果你们有机会 想回我这个webinar 你们会觉得 很多时候人生 我们问题就是 我们看那个东西 看到太狭窄 当我们退一步 海阔天空的时候 当你看整个bicture 你才会知道 到底这个财食人生 有上有下 所以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今晚听我 这个webinar的人 记得我所讲的 OK 投资 继续投资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 而不投资 因为你在这种时候投资 反而你的那个 return会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希望 maybe一娘三年 如果你们真的赚大钱 不要忘记我 记得要请我吃一顿饭 OK so with that thank you so much Race thank you for你们的 invite to invite我在你们的平台 谢谢你们大家 thank you OK 非常非常感谢 Mr.Dr.Wittegang的 这个分析 so相信大家呢 看完了整个 这个分享过后呢 也是跟Race一样 就是还是在 消化着这个数据 对吗 所以Mr.Dr.的 这个分享 真的是很精彩 连这么复杂的 这个数据 都可以掌控到 so应该是花了 很久的时间去准备啦 OK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留守到 现在听到这个 Dr.的这一个分享 是真的是很有福气 有钱都买不到 因为很像本身 很像我自己 是很喜欢去上课的 然后我上过 很多老师的课 也包括上过 Mr.Dr.Wittegang的 这个seminar so他的这一个 两天的课程 很精彩 OK 他已经是把 他今天的这一个 他把他两天的精华呢 放在今天的 这个web dinner了 OK 所以如果大家呢 还是就是有兴趣 要留守更多的话 也可以去like 这个Mr.Dr.的这个page OK 可以再去了解更多 OK 相信呢 他这个帮了很多人 节省了很多时间 OK 防止我们走很多的 冤枉路啦 OK so再次感谢 Mr.Dr.你的这个sharing 然后 大家如果 在投资之前 记得回来 这一个page 去做一个复习 重复看个两三次 然后慢慢去领悟说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 判断 然后再做投资 然后最后 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 谢谢 然后过后就是 keep invest if you have money so if you don't have money just keep continue to make money so 才能double up 我们的这个asset 啦 so最后我用一个 这个 这个 Warrant Buffett的这个 金句就是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be faith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OK 祝大家 invest 开心 然后 晚安 谢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 See you